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感觉刚刚好 不得不说咱们沈阳的秋天虽然短暂但是舒坦 你知不知道就这样的天气 让不少南方小伙伴着实羡慕 好像四川多地持续的高温真的是酷热难耐 40度的高温天没有空调的地方真的是没法待 对 但是也不尽然不一定 在四川的眉山的青神县那里的村民 就找到了一个不用空调也凉快的避暑圣地 就是古墓洞穴 古墓 就是我知道上一个喜欢待在古墓里的人 还是小龙女 小龙女 虽然没有古墓派的小龙女 但是有唠嗑的大妈还有下棋的大爷 还有那些跑来跑去的小娃娃 看看热闹不热闹 在这儿纳凉避暑的村民就纷纷表示了 说这洞里面太阳几乎是直射不到的 所以比较凉快 天气热的时候有些人就会去坐一坐 就好像是一个山上的岩洞一样 没错 这个山洞实际上是当地的一座古墓 原名叫瑞丰岩墓 位于四川眉山市青神县 东临岷江西靠山巒 植被茂密 风景优美 因独特的墓葬形制和出土的文物 带有明显的地方特色和强烈的时代感 就被列入了全国第六批文物重点保护单位 是的 根据了解 这瑞丰岩墓群有四百多座崖墓 而瑞丰岩墓也就是村民们经常去的销鼠纳梁那几座 前天人比较大 已经发掘结束了 有一点类似于岩洞 岩洞 没错 那么在此纳梁的村民就表示 说这岩洞里是真凉快 外边近四十摄氏度 墓地里29度 凉快是凉快 但是你要知道 这毕竟是古墓 有网友就说了 说这些人胆子可真大 还有网友开玩笑说 纳梁可以 那得加入古墓派 还有网友担心了 说那么多人跑到古墓去纳梁 会不会对文物造成破坏呢 问到点上了 对此当地的文物部门 他们的工作人员就表示 已经知晓了这件事 不光是在今年 往年也有部分的当地村民 会到这个墓群里边去销鼠纳梁 村民们到的那些牙墓群 是开放的 平常偶尔也会有游客去玩 村民去销鼠纳梁 并没有造成破坏 这是工作人员说的 对 工作人员还说 都给这个村民们 进行过宣讲教育了 让他们就在前天销鼠纳梁 不要乱磕乱话 也不要乱丢垃圾 要保护好 也会有人定期和不定期的 全去巡查 而且村民们销鼠纳梁的 只是开放的 比较平坦的少部分牙墓 具有更进一步 考古价值的牙墓 是封闭的 并没有开放 而且接下来 当地的文物部门 将会加强对文物的巡查 对洞内进行封闭管理 洞外提供村民们去纳梁 加强对村民的文物保护的宣传意识 是的 我们相信只要管理到位 也算是古人的智慧 必有后人吧 对 说得下 我们接下来来说一位好少年 带大家认识一下 就是我们接下来将会在大屏幕上 看到的这位 名字叫做王子月 今年14岁 他是一名初中生 戴着帽子 推着迷彩 手推车 准备去外婆家附近的集市上 我戏瞅了一下 你说这身打扮 一看就是准备出去出摊 但是这车里装的什么呢 我告诉大家 这品种就只有一个 就是书 而且是王子月自己认真读过的好书 而且是精挑细选的客外读 对 我们说是出摊 但是人家王子月就不为挣钱 因为这一车的书 它只借不卖 而且还是免费借月 这小摊的名字呢 就叫免费流动借月车 你看着不起眼 但是呢 在集市上挺晃 出摊没一会儿啊 就有不少的小朋友都围拢过来了 挑选感兴趣的书 对于书摊的管理 王子月一点都不含糊 他弄了一个借月登记本 这上面呢 记录着各类青少年读物的名称 写上书名的 都是借出去的图书 打勾就表明什么呢 这书本已经缓回来了 说起来啊 这个流动借月车 最早的是在2019年的寒假开始的 弄这个摊位的初衷啊 是源于王子月对家乡小伙伴的那种爱 还有关心 具体点来说吧 就是2018年暑假的时候 当时呢 王子月去看望在泰州老家的这个外婆的时候啊 就发现从小一块长大的小伙伴 他们一直在楼上看电视 然后小伙伴家里呢 也没有几本书 每天就是靠着电视来打发时间 于是啊 王子月回家之后啊 就和当老师的妈妈商量说 我能不能为他的同龄人 自己的同龄人做点什么呢 于是啊 在2019年的寒假 他就整理了500多本书 带了回去 办起了这个外婆家的图书馆 而且考虑到上门借书的小朋友不多啊 王子月就专程挑乡下集市的时候 他推着流动借月车就去赶集了 一开始啊 都是王子月往外借书 后来也有一些小朋友 他们不仅来归还他的图书 还把自己家里的一些看过的闲置书籍 也都赠送给王子月了 这个世纪传开之后啊 主动为他捐书的人是越来越多 现在呢 外婆家的图书馆 已经累计有1200余本书了 渐渐的呢 王子月的顾客也越来越多 他的流动借月车呀 就成了集市上最热闹的一处风景 其实王子月本身就特别喜欢读书 目前他是杭州市风潭中学的学生 妥妥的学霸 是吧 他自小博览群书 小学六年级就拿下了雅思七分的成绩 获得了全国乡村阅读榜样的称号 王子月平时呢是这么做的 他呢会保证每天抽半个小时的时间 到一个小时的时间来看课外书 周末呢 基本上会保证三到四个小时的阅读时间 寒暑假对他来说呢 是博览群书的大好时光啊 难怪那么优秀啊 而且更可贵的就是 王子月能够想办法和其他伙伴一起成长 一起读书 这个流动借月车传递着爱 也传递着满满的正能量 对受王子月影响的人不少啊 秋雪奇就是这其中的一位 小姑娘呢几年前跟随家人从河南过来 2019年呢 她成了王子月流动图书馆的读者 生活呢也因此变得多姿多彩了 是的雪奇说啊 在书里她可以跟不同的人玩 却可以了解外面的世界 而且她觉得读书超有意思 王子月的流动借月车 犹如一点心火就点燃了大家的阅读热气 这几年呢 在她带领之下附近村镇上的孩子 变得不再那么疯玩了 他们呢把自己的方式和闲暇的时间 渐渐地都用在了阅读和学习上 是的 所以你看这个小摊位真的是越来越有魔力了 八个寒暑假 八百多次登记借月 一本本书就仿佛是一把把钥匙 开启了王子月跟小伙伴 走向更广阔世界的大门 王子月说呢 能帮到他人很快乐 会一直做到上大学不断充实书籍的种类 来吸引更多的读者 用书籍照亮了自己 也照亮了他人 王子月真的是好少年 有爱心 有行动 未来可期 棒棒的 棒棒的 说一下我们接下来要说 闯祸 又有熊孩子闯祸了 就在八月十六号的时候 广东深圳有一个商场当中 一个男孩走下扶梯之后 突然转身关停了扶梯 结果就导致扶梯上的一个五岁的小女孩摔倒受伤了 相信这个新闻很多人都关注到 大家都想知道这是谁家的孩子 为什么要去按停电梯 去伤害一个素不相识的小女孩呢 目前这一事件有了最新进展 受伤女孩的妈妈李女士说 闯祸的熊孩子找到了 是一名有着听力障碍的十岁男孩 另外摔伤的小女孩也做了检查 身体并没有大碍 虽然小姑娘没有啥事 但是李女士表示希望这件事 能够给其他的家长提个想 在这儿我也觉得这个事 也有必要好好地说说 李女士两口子是这家商场的商户 当天五岁的女孩跑回店里 哭诉地说自己摔跤了 李女士就联系了商场 查看了监控 想看看女儿是怎么摔的 没想到一看监控 李女士是又心疼又气愤 商场监控视频显示 当天晚上六点多钟的时候 这男孩跟女孩两个人 是一前一后地 在商场乘坐手扶电梯下楼 我们看到这个男孩下了扶梯之后 他还回头看了扶梯上的女孩一眼 然后突然就蹲下身 把这个扶梯关停了 女孩正在扶梯上 根本没有站稳 结果就从扶梯上摔了下来 连续摔了几个台阶 而且手里拎着那个儿童滑板车 还砸到了他自己的身上 没错 李女士说当天晚上 女儿的脸还有腿都肿了 第二天女儿还一直说手疼 因为事发之后 没有找到暗停电梯的男孩 李女士就报了警 并且将监控视频就发布到了网上 希望能够找到这个男孩子 18号的时候 李女士表示说 暗停电梯的男孩 在17号晚上就已经被找到了 今年10岁 当时带着男孩离开的家长 是孩子奶奶 孩子奶奶以为说 是小孩之间抢玩具呢 看到那个女孩能够站起来 就离开了 双方随后就到派出所进行的调解 李女士表示 这个男孩有听力的障碍 还带着助听器 在派出所调解的时候 他好像听不太懂问话 只会重复地说 我没有推妹妹 没有推妹妹 对 其实按说 李女士还是一个非常善良 非常宽容的人 她说男孩自身的情况 包括家庭情况都很特殊 而且本人跟家长也都道了歉了 说自己报警的初衷 只是要求道歉 所以并没有所要赔偿 同时也选择了谅解 庆幸 这起事件没有酿成严重的后果 如果小女孩摔得严重 这就不是一句道歉能够解决的事 按停电梯的男孩自身情况比较特殊 有听力障碍 作为家长就更应该尽到监护的责任 告诉孩子电梯不是玩具 它的行为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出现 是的 不管是人为还是意外 儿童乘坐电梯 家长千万不能掉以轻心了 尤其是低龄儿童 因为缺乏判断能力 通常他是不能够真正认识到危险的存在的 很容易造成对他人的伤害 所以每一位家长都应当加强 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 要把孩子勘劳 如果孩子泛雄造成他人受伤 根据相关法律监护人 是应该承担相应的责任的 是的 新闻大小评 搞定萌娃我来评 说怎么让作翻天的孩子安静下来 哈尔滨的一个宝妈就有了妙招 近日宫女士分享了一段 治好闺女坐高铁闹腾的视频 就引发了一大波网友的点赞 人家修理自家娃不打不骂 一包纸巾就轻松搞定了这个小妖精 我们出门旅游的时候 桌子上放了一个时间 拿时间就去擦地 擦墙面啥的 用一包时间全都擦车箱了 擦累了他就睡觉了 他之前坐高铁的时候也挺不老实的 基本都给他找个事做 因为吵得别人也不太好 关键是我和我老公都是比较涉恐 要是别人拿异样的眼神看我们 我们也挺尴尬 这翘着小胖屁股 摇着小胖手的羊脚变萌麻 太招人邪恨了 真的很想抱抱这可爱的小家伙 这又是一个骗人生女儿的系列 网友们看了纷纷表示 说这方法真不错 我get到了 下回也让咱们自己家的娃 他们的身上试一试 这小小清洁工也是太像样了 干得多 卖的力气也大 下车的时候 我建议请高铁站 把这娃的工资给咱结一下 开个玩笑 说到带孩子呢 大连的一位老人也是大有心得 最近一段婆婆在厨房自问自答 什么是带孙子的视频 她也谎 这段海莉兹味的吐槽啊 总结的那是相当的道理 你说哈 什么叫单身呢 单身呢哈 就是老两口拿上自己的东西 带上自己的钱 上儿子家去打工 你说是主人吧 还说的不在 你说是客人吧 还什么活就得干 你说是保股吧 还一份钱不赚 你说是这边者吧 还没有人给点的在 妈 这话说的你说一点毛病都没有啊 话操理不操 老人嘴上抱怨着 这手里却麻溜着炒着菜 这一边唠叨啊 一边给大孙子做好吃的 看着老人慈眉善目的 满满都是隔背的爱呀 要说这婆婆呀 也上了年纪了 把孙子带大了不容易 帮带呢那是情分不是义务 多一份理解 对老人呢好一点 和睦的小家才更温馨呢 是啊 稍微下我们新闻继续 接下来我们来说一个微博热搜 就是公司说猫五次入境影响上课 结果开除了老师 这个事啊是引发了网友的大讨论 你说现在在家里啊 如今都养猫的人很多啊 谁能想到有人会因为一只猫被裁了缘呢 对 咱们具体来说一说这事怎么回事啊 罗先生呢是因为美术老师2019年7月5号的时候入职 2021年3月1号开始按照公司的要求 在家里是通过网络直播的方式来进行授课 在去年6月6号他在直播授课的过程当中 家里的一个小猫啊就先后五次进入了镜头 有学员就在评论区提报了说 旁边那个蹭来蹭去的东西是什么 大家产生疑问了是吧 这事呢就被公司知道了 公司认为呢这个行为啊 属于违反公司规章制度 应知应会手册中规定 影响老师形象的行为啊 判定为B级违规 加上此前呢上课迟到10分钟的B级违规行为 罗先生在6个月内出现了两次B级违规 两次B级违规就升级为A级违规了 所以呢在去年的7月2号 公司就和罗先生解除了劳动关系 也就是说他被单位开除了 好家伙啊 你说这估计猫啊都想不到 能给喜欢他的主人带来这么大的一个灾难 入境了五次啊 把工作给弄丢了 当事人罗老师啊也是越想越气 便申请了劳动仲裁 要求公司呢支付违法解除劳动关系赔偿金 公司不服仲裁结果呀 就向法院提起了诉讼 对这不吗 最近这位法院判决下来了 法院认为被告按照原告的要求 在家中视频授课 原告应知晓授课环境不能够等同于公司 被告在一次视频授课的过程当中 镜头出现了猫 但是并没有因此导致无法继续授课 原告将这一情形等同于授课期间玩手机 浏览无关网站聊天 接电话吃零食喝奶茶等待有咀嚼动作的行为 显然是属于扩大解释 并且具有随意性 原告据此解除劳动关系应属违法 所以最终法院判决公司向罗某支付违法解除 劳动关系赔偿金是41236块1毛6 判决下来了 但网友们的讨论可没停止 不少网友都认为这家公司是借猫开人 并为猫鸣不平 有人就说了说猫猫做错了什么 他只是好奇而已 总之这个锅人家猫猫不想背 这个事当然我想起了 就是另外有一位带猫上课的老师 在今年4月下旬的时候 他是在网络上走红的 辽和尤田实验中学初三 化学老师徐老师 这个老师我也有印象 他是一边抱着猫 一边给学生讲课 后来徐老师也解释了 说上网课时学生就容易犯困 那天上课的时候 碰巧这猫就进来了 他干脆就把猫给拎起来了 目的是吸引学生的眼球 对 而且当时这位老师 还收获了一大波好评 学生也都喜欢听他的课 你想一想网课时期 老师们为了让学生 好好上网课 也是拼尽了权利了 没错 但是这个话说回来 老师上课态度严谨 那是必须的 至于一些意外的状况 还需要特殊情况 特殊分析 老师采用适当的方式 让孩子们愿意 喜欢听你上的课 这就成功了 说最环保节能的太阳板烤箱 近日重庆的陈女士 一大早就切了很多土豆 马的是整整齐齐打算晒成干 结果没有想到 平时需要晒两三天的土豆干 当天仅用六小时就变成了薯片 陈女士表示 他们家这边的人 经常会晒土豆干来吃 这几天重庆最高温度有四十多度 她就晒了两篮子土豆片 只用了半天时间就全部成干了 这就是正宗的空气炸锅 高端的食材 只需要简单的曝晒 便能入口急脆 说马桶竟然也会着火 近日浙江沥水 一居民在家中睡觉时 突然闻到很浓的烟味 一看家中的卫生间里浓烟滚滚 智能马桶上冒起了火光 随后立即拨打了119报警电话 消防员赶到将火扑灭 这可真是火烧屁股了 智能马桶着火原因 可能是电路或元件老化 导致漏电或着火 也可能是暖风空干系统故障 导致着火 这种安全隐患还需引起注意 夏季高温 注意用电安全 说迷之操作 近日杭州两名男子游玩时 在山上发现了几种马蜂的踪迹 合力端下两个不同品种的马蜂窝 放在车上 准备拿回家泡酒 不料半路上马蜂从钢丝网袋中逃出 驾车男子被马蜂遮伤后昏迷 索性当时不是在高速主线开车 不然这后果不堪设想 这两个人心可真大 为了养生险些丧生 交警提醒 不能运载可能产生危险的物品 文明驾驶 安全行车 说近日重庆一女子和朋友去野外露营 刚扎好营地竟然引来了两头牛 不仅驱赶不走 她们还准备蹭吃蹭喝 地上放着一锅火锅红油 引起了她们的注意 大家万万没有想到 一锅又麻又辣的红油火锅 被她们当成口粮 你争我抢两口就吃光喝光了 女子和朋友一起疯狂制止 都没有丝毫作用 最后只能看着 本属于自己的美食被抢吃一空 这重庆的牛不一般呢 也是无辣不欢呢 说尴尬的撞山 山东邻沪的赵女士 在参加亲戚婚宴时 突然发现自己的衣服 和宴席的桌布有点像 赵女士称 衣服是自己花了三百多块钱买的 和桌布很像 但花纹不一样 婆婆摸摸摸自己的衣服 又摸摸摸桌布称 这衣服质量还不如说不呢 当时真是觉得既无语又好笑 真是巧合 无处不在啊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染力啊 老王 你得了灰指甲了 啥 你指甲都变色了 前婶 你的手指甲都变灰了 老黄 你的脚指甲变黄了 灰指甲好像挺多的 都看看自己的手和脚 孙姐 你的手指甲都变小了 杨姐 你这脚指甲变厚了 指甲 变色 变厚 变形 多半是灰指甲 灰指甲找亮甲 亮甲牌富方巨为铜点茶剂 荣获五项国家专利 二十二年专注灰指甲 折灰指甲 马上找亮甲 乐泰亮甲 腰椎肩盘出了问题 痛啊 用输筋剑腰丸 专要专制 腰椎肩盘突出引发的 腰疼 腿疼 腰膝酸痛 输筋剑腰丸 广州白云山陈礼界 大家好 我是铁峰 您信赖的好物推荐官 有心脏不舒服的 长期服用他听类药物的 都知道 补充腐梅Q10 能给心脏提供充足的原动力 使心脏保持在 良好的运作状态 有一些老铁觉得 腐梅Q10太贵了 不敢用 动则一个月都得三四百元 不过本档快乐团品 让您买到就赚到 大品牌的腐梅Q10软胶囊 原价298元一瓶 本档团品价 每瓶一个月用量 仅需49元 三瓶为一组 那您是没听错 一个月才49元 平均每天相当于 一块六毛钱 而且只限购三瓶 本档我们只备货了三百组 此刻电话已经开始抢现 库存正在骤降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 抢购吧 这款腐梅Q10 首先就是含量非常高 每一粒的规格是三百毫克 每一百克含腐梅Q10 十三点三克 处在市面上 腐梅Q10高含量的第一梯队 一天一粒就完全够用了 而且这个腐梅Q10 做的是软胶囊剂型 属于小蓝帽 好用易吸收 被称为是心脏加油站 平时因为价格高 而不敢服用腐梅Q10的朋友 一定要注意 本档福利价格 每瓶一个月用量 仅需49元 三个月算一下才147块钱 相当于每天一块六毛钱 自己用或者买一套孝敬爸妈 都可以 大品牌的腐梅Q10软胶囊 原价298元一瓶 本档团品价 每瓶一个月用量 仅需49元 三瓶为一组 那您是没听错 一个月才49元 只限300组 电话正忙 库存急速下降 赶快拨打屏幕上的电话抢购 跟着我一起团 说了一下正在直播 8月18号 备受关注的劳荣之案二审 在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开庭设立 劳荣之的家属以及记者 还有部分群众旁听了庭审 劳荣之在庭审当中提到 他不认同检察院 对他涉嫌故意杀人罪 绑架罪和抢劫罪起诉的罪名 并且对依审判决中的刑事部分提起上诉 在1996年至1999年间 劳荣之与情人法子英共谋并分工 由劳荣之在娱乐场所 从事陪适服务物色作案对象 由法子英实施暴力 先后在南昌 温州 长州合肥 共同实施抢劫绑架故意杀人四起 1999年11月18号 法子英被判处死刑 劳荣之则是使用化名潜讨 直到2019年11月28号被抓获归案 2021年9月9号 劳荣之案一审宣判 以故意杀人抢劫绑架三罪并罚判死刑 劳荣之不服判决当庭提出上诉 那么昨天的二审庭审中 简便双方主要对南昌灭门案 温州出租屋杀人案进行了举证制证 劳荣之承认了南昌灭门案中的 抢劫偷窃行为 但否认了有预谋绑架和杀人的行为 是的 对温州出租屋内 杀害二人的指控 劳荣之便称说 他只是负责了和受害人商谈租房事宜 至于捆绑杀害二人 那个是法子英所为 他是受法子英逼迫 非一审认定的共谋 而是邪从犯 而且劳荣之还提到 四起案件当中 只有合肥案知道法子英杀了人 其他的三起 他在厦门落网后才知道有人遇害 他还说自己一直被法子英性侵 法子英以他家人的安危等言语 威胁他跟从法子英在各地流动 是的 在劳荣之的描述当中 法子英穷凶极恶 相貌丑陋 好意勿劳 自以为是 而他自己则是师范毕业 又是小熊老师 是一个傻白甜 挺实际的 1995年初 他通过朋友就认识了开公司的法子英 一次回家的时间太晚了 被法子英强奸 后来发现怀孕 他不知道找谁 只好去找法子英 最后用药物流产 劳荣之还说 他在九江生活期间多次堕胎 想要和法子英分手 但是法子英不允许 1995年的时候 他被迫停薪留职 当时法子英告诉他说自己是犯了案的 让他一起逃 否则就会杀害他的家人 所以他就和法子英离开了九江 劳荣之还推翻了此前的一些供述 比如否认南昌案中 他提出放火烧纸文 捡到电话线 称逃离南昌前 熊某还活着 还否认坐台为物色猴子等多项的细节 公司的人问他说 温州案中为什么单独取钱 被银行工作人员认出的不是本人的时候 还应对自如呢 他是这样说的 他说是法子英教他的 他形容说自己离开的时候 两名被害人还好好的 他一直是属于被法子英控制胁迫 跟法子英在一起自己精神涣散 在劳荣之的眼里 自己的人设是知性美 是温柔善良胆小 但是检方坚持认为 从法子英 劳荣之的供述 以及证人证言 都能够证明 劳荣之戏南昌灭门案 温州出租屋杀人案的共犯 劳荣之之前的供述 与昨天的当庭陈述互相矛盾 在第一次庭审当中 南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劳荣之伙同他人 故意非法剥夺被害人生命 其行为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 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采取暴力威胁手段 抢劫被害人财物 其行为已经构成抢劫罪 以勒索财物为目的绑架被害人 其行为已经构成绑架罪 劳荣之在共同犯罪当中 其主要作用 系主犯应当按照其所参与的 全部犯罪处罚 但劳荣之即为他辩护的律师认为 在四起犯罪事实中 劳存在被胁迫的情形 起的只是辅助的作用 所抢的财物只是暂时的保管 没有支配权 和法子英不存在事前共谋 对于致人死亡的结果 不应承担刑事责任 劳荣之没有杀人的故意 不应该构成故意杀人罪 辩护律师还认为 公诉机关认定的部分事实 存在证据瑕疵和错误 公诉机关适用法律错误 劳荣之自愿认罪认罚 劳荣之受到法子英 胁迫参与犯罪 而且在共同犯罪当中 所起的作用较小 请求法院从宽处理 8月18号下午 法庭宣布休庭 8月19号也就是今天上午 继续开庭审理 说到这儿啊 我们相信法庭一定会给出一个 公平公正公开的审判结果 是的 说得下 我们就来说自投罗网 说投手机的小偷啊 因为自己的一张自拍照 被警方抓个正着 就这么大块人心的情节 最近竟然在现实生活当中 真实发生了 这事儿听着都有意思 这事儿呢 就发生在江苏的南京 市民李女士到派出所报案呢 说自己家里床头柜抽屉里的 4480块钱的现金 还有两部手机都没了 李女士就表示 盗窃的嫌疑人啊 自己还见到了 怎么见到的呢 竟然这是通过背到手机里的自拍 因为其中一部手机啊 是李女士的女儿 几年前留给李女士的 那部手机里呢 依然是登录着 女儿的手机ID账号 于是呢 女儿就利用平板电脑上的 查找手机功能 很快就查到了 丢失手机的使用状态 这一查不要紧呢 竟然还有意外的收获 因为这手机和平板电脑 账号关联呢 女儿可以远程查看 手机的云相册的空间 结果发现 这台丢失的手机 最近还拍了一些新照片 其中呢 就包括一名男子的自拍照 就是手机丢失之后 还在使用手机的人 那肯定就是犯罪嫌疑人啊 对啊 但是这名嫌疑人 李女士左看右看 自己是压根不认识 那她是怎么进到自己家里 实施盗窃的呢 哎呀 没想到几天之后 又有怪事发生了 嫌疑人呢 竟然自己送上门来 当时呢 李女士在家 听到有人敲门 开门之后啊 对方表示自己找错人了 就匆匆地离开了 对 但是就是这么短暂的 这一照面 李女士立马就想起来了 哎 这个人这么眼熟吗 眼熟 这不敲门 这个人不就是我那个 手机相册里看到的 自拍那个人吗 对 一次不行 还二次来访 李女士赶紧到拍所 就报了警了 哎呀 根据李女士提供的线索呀 民警很快就掌握了 嫌疑男子魏某的行踪 将魏某成功地抓获 那这个魏某 到底是怎么进入到 李女士家的呢 实际上人哭笑不得 据魏某交代啊 他当时是逛到 李女士家所在的小区 就发现李女士家 这个住户门口呢 挂了一个布袋 然后他就翻了翻 翻找之后 他发现里面有一把钥匙 魏某就伸手用钥匙开门 没想到竟然真的 就把门打开了 这事听着是越来越有意思的 于是呢 他就走到了房间内 偷走了两部手机 还有现金 又把那钥匙 放回布袋里就走了 能把自家钥匙 就放在门口的袋子里 不得不说啊 李女士这心挺大 还有心更大的呢 却被某偷了手机之后 不仅打开了摄像头 给自己美美的拍了张照片 一次得逞还不算啊 几天之后 估计是想着说 反正自己已经掌握了 钥匙所在地了 他还又想去李女士家偷东西 进门之前还先试探了一下 敲敲门 看看家里有没有人 有没有人 对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这回李女士刚好在家 撞个正着 好了 这回好 自拍照 还有人都对上号 人赃并火 目前呢 魏某因涉嫌盗窃 已经被南京秦淮警方 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 相关的工作 正在进一步的开展之中 因为一张自拍 自投罗网 这心态太好了 还能这么美的小头 真的是我们头一回见 第一次见 不过这个有一句话叫 陌生手 伸手必被捉 自作聪明 只会成为逮捕你的证据 所以最后还要提醒大家伙 特别是中老年的朋友们 家门钥匙 千万别放在家门口 你以为自己能把它藏得 把它藏得多么隐蔽 其实在有心之人的视线之下 无所遁形 是的 好 新闻大小评 惊人之举我来评 说您见过给自己拔牙的吗 这下狠手的还是小屁孩 近日在山东烟台 一个男孩在吃饭的时候 感觉自己的乳牙就有些松动 咬啥都费劲 太耽误吃饭了 看着一大桌香喷喷的饭菜 不能狼吞虎咽 风卷残云 这孩子急痒了 决定自己拔牙 他就拿起了钳子 就开始上手硬拽 呲牙了嘴 都整出表情包了 拔完牙之后 忍不住哼几了两声 疼了好久都没缓音过来 把文生赶来的妈妈都给惊呆了 赶紧就给儿子 好好地消消炎 孩子下回可别这么唬了 致牙还是得让医生出手 说不走寻常路的 还有一位新娘 别人家的新娘 结婚都是奔驰宾利开道 这位新娘 学着小滑板车 自己就送上了门 原来彭女士 因这个婚礼前去漂流 这个腿摔骨折了 之前因疫情原因 婚礼已经改机了两次 这次说啥也得办呢 这打着绷带穿着礼服 骑着小车的画风 宾客们都觉得很搞笑 但是呢也都能理解 彭女士自己说呀 虽然自己很惨很招孝 但为了爱情 轻伤不下火线 我就想这是怕新郎跑了吗 这新娘太可爱了 这难忘的记忆 爱意满满 经过岁月的熬制 都会逐渐变成甜 今后我想这小两口的日子 一定会非常的美满 是啊幸福永远 深点下我们进来说一说危险 说最近四川潘之花一个小区当中 出现了几只模样特别的大蜗牛 引发了小区居民们的围观拍照 之所以说它特别呢 主要是个头大 通常呢咱们见过的蜗牛啊 也就是几厘米长 但是这几只几厘米左右 大的惊人 小区居民表示说 这些大蜗牛已经不是同一回见了 每次下雨之后呢 小区就会出现 它是属于罗状的外壳 基本上都是黄褐色 还带有花纹 看到模样这么特别的蜗牛啊 大家伙纷纷就猜扯特 这个品种啊 它能不能吃啊 而且能不能养呢 别着急啊 有专业人士认出了 这些巨型蜗牛的庐山之面目了 它们就是臭名远洋的 非洲大蜗牛 也叫做非洲罗 说到它们臭名远洋呢 是因为外表看上去温和 没有攻击性 实际上呢 这些蜗牛身上暗藏杀鸡 千万别养别吃 甚至是连摸 咱们都不要摸 因为呢 它们身上携带着 广州管缘线虫 血腥虫 身奥猫原线虫 磨翘 掏虫等大量的寄生虫 会传播结合病 脑膜炎 还有脑炎等等 就是摸了就有可能会得脑炎 这个绝不是危言耸听 比如说今年三月份的时候 广东周山有一个十岁的男孩 他就喜欢玩这种 就是雨后小区当中 常见的大蜗牛 本来家长也没在意 但是后来呢 小胖持续发热 头疼也不见好 辗转了几家医院 终于呢是通过 头颅磁共振 丞相发现说 这个男孩的脑部 有异常的信号灶 被确诊为 广州管源线虫 嗜酸性脑膜脑炎 好在呢 经过蛆虫和抗炎治疗之后 男孩已经恢复了健康 但是呢 这个罪魁祸首 出现在四川 潘之花的这种巨型的蜗牛 就是非洲大蜗牛 也叫做葛云马脑螺 它们的成体 翘长呢 一般是7到8厘米 最大的能超过20厘米 平时呢 喜欢高温高湿的环境 所以呢 一般在雨后和夜间活动 白天基本看不到 对 要知道 非洲大蜗牛 是我国首批 16种外来入侵物种之一 其实早就已经被列入了 中国外来入侵物种名单了 是我国国家 近出境二类 解异性有害生物 那这些外来入侵者 到底是什么时候来的我国 其实并没有准确的记载 最早的文字记载呢 是1930年的时候 厦门大学正式确认了 非洲大蜗牛 在中国的存在 当时呢 以为华侨从新加坡 运回中国的植物当中啊 无意夹带了 非洲大蜗牛的卵和幼螺 此后呢 大蜗牛就开始在厦门繁殖了 并且呢 进一步传播到了 其他的地区 因为非洲大蜗牛的寿命 可达9年 繁殖能力又特别强 因为它们喜欢 温度比较高的地方 那现在像我国南方的福建啊 广西 广东 云南 包括海南等多个省份 都发现过 非洲大蜗牛的活动痕迹 四川呢 就主要分布在攀植花 而且呢 非洲大蜗牛的胃口特别好 可危害500多种的作物 真饿了的时候也能吃纸 同样的尸体它也可以吃掉 最夸张的是呢 甚至能啃食和消化水泥墙 而且不仅如此 非洲大蜗牛还是很多 人畜寄生虫和病原菌的 中间宿主 尤其是能够传播结核病 跟视酸性脑膜炎 特别是在野外的环境当中生长的 身上可能会携带有 多种寄生虫跟致病菌 所以啊 千万要远离 别碰别养 更别吃 没煮熟食用的话 很可能会感染 尤其是小朋友们 自身免疫力低 注意家长们呢 也一定要对孩子 进行安全的教育 远离那些有害的生物 别因为无知和好奇 害了咱们自己呀 说国家发改委等四部门 日前印发公告 明确要求经营者销售盒装月饼 不得以任何形式搭售 或者混合销售其他商品 说教育部近日印发通知 要求各地扎实做好 2022年秋季学期开学 和疫情防控工作 按照属地疫情防控政策要求 明确师生员工返校条件 说辽宁省招考办日前下发了 关于做好2022年下半年 辽宁省全国中小学教师资格考试 比试报名工作的通知 本次考试报名时间为 2022年9月2号零时至5号24时 说中国球员张帅17号 在女子网球协会 辛辛纳提公开赛第二轮比赛中 以6比3和6比4击败俄罗斯球员 亚历山德洛瓦 职业生涯首次打进该赛事16强 我叫赵大鹏 参加工作30多年了 现在担任余志林药业的厂长 兼职部书记 老年人呢 有问题了不说 怕麻烦人 比如说便秘的老人 不光遭罪 还容易引起别的 郁芝林经过十多年的努力 成功研发出了 专门用于通便的产品 便通 05年还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 在一千多种水果蔬菜里选 找有通便功能的 还得温和 每天都有反黑心 特别感动 也很欣慰 便通牌天天胶囊 专门针对便秘人群 现开展9块9体验活动 打个电话 只要9块9 体验12天便通 通便专用 就是便通 我参加工作了三十多年 记住两个字 严谨 继续把它做下去 用数据来说 便通 专门针对便秘人群 采用无种果蔬 能帮助肠蠕动 能润滑肠道 还能保养肠道 这是一个蠕动 润滑 保养 三合一的新方法 是专门帮助通便的方法 是更适合中老年人的方法 便通胶囊 肠道蠕动起来 润滑起来 再保养起来 每天只在睡前吃一次 通便后 还可以逐渐减量 便通牌天天胶囊 现开展9块9体验活动 打个电话 只要9块9 体验12天便通 通便专用 就是便通 大便干 排便费力 别挺了 有便通的 您记住了 晚上睡觉前 吃一次就行了 我有信心 便通牌天天教导 原料全部来自果蔬 祖方是国家专利 专门针对便秘人群 预知林药业的赵厂长经常说 产品得让自己的父母都能放心用 为了让老年人放心 更踏实 只要打来电话 就可以只花9块9 来体验便通 包括油费 12天的量 只要9块9 9块9 赵厂长 却把购持12天的便通 寄给他心中挂念的老年人 这是他对便通的信心 更是预知林对用户的爱心 通便专用 失眠 乏力 手麻 脚凉 养心用好药 专利药 一安宁丸 作为一种治疗关心病的药物 及其制备方法 一安宁丸 获得国家专利保护 祝您心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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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一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顺利药 说生死关头 最近江西吉安市 有一名男子 玩滑翔机的时候 操作失误 一个不小心把自己悬挂 在了一家酒店 23层到24层的中间 所幸被路人及时发现 立即拨打了119电话求助 消防救援人员和民警到场后 立即进行了警戒 防止滑翔机掉落 砸伤群众 被挂住的这名男子 距离地面大约有70米高 而滑翔伞挂在了酒店的楼顶 随时是有断裂的风险 现场的情况真的是千军一发 日间就是生命 消防救援人员快速抵达酒店24层 用绳子绑住安全腰带 往下递给被困者 让其绑在自己腰间 随后在室内大型家具处 设定锚点起到保险作用 防止救援过程中发生二次伤害 这个白绳 白绳往下放 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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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楼上白绳往下放一点 生虎白绳往下放一点 放一点点 生虎黑绳往下放一点 好 好 好 放 放松 好 放松 生虎白绳往下放 这个放松 生虎白绳往下放一点 生虎白绳往下放一点 放松 放松 好 好 好 这个黑绳松掉 黑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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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往里面给它转一下 注意 注意保护 注意保护 与此同时 另一组消防救援人员 在滑翔机处绑上绳索 防止突然坠落 滑翔机最便掉落下去 让它绳索放下去 有两个绳索拉动 好 可以来 消防救援人员向上拉动绳索 不到半个小时 成功救出被困人员 随后消防救援人员 快速来到楼顶 多人协力将滑翔机 拉到楼顶安全位置 抖拉 Reich 倒着 慢点 慢点 报了 zombie 可以了 所以慢点 可以 慢点 好像 这样 anking 好好好 注意注意 上面 rac思维注意 forwards 慢点 过 得了灰指甲 一个传染点 老王 你得了灰指甲了 啥 你指甲都变色了 前婶 你的手指甲都变灰了 老黄 你的脚指甲变黄了 灰指甲好像挺多的 都看看自己的手和脚 孙姐 你的手指甲都变小了 杨姐 你这脚指甲变厚了 指甲变色 变厚 变形 多半是灰指甲 灰指甲找亮甲 亮甲牌复方巨为铜点茶剂 荣获五项国家专利 二十二年专注灰指甲 得灰指甲 马上找亮甲 乐泰亮甲 变秘困扰着越来越多人 如何更好地帮助用户规律排便 香丹青提出温和通便不刺激的理念 查阅一点要点 精选出黄旗 银杏果 芦荟叶 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增加肠润滑 增强肠动力 温和通便不刺激 帮助规律排便 大便干节排便费力 排便时间长 排便量少 用香丹青 上市二十年 帮助越来越多的人 恢复规律排便 经常便秘 认准香丹青 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大便干节 排便费力 排便时间长 排便量少 用香丹青牌科研胶囊 温和通便不刺激 帮助规律排便 方法一安宁丸 获得国家专利保护 祝您心脏平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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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年一安宁丸 祝您心脏平安 学了一下 欢迎回来 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 在辽宁盘景教会 造就了世界上最大的 滨海芦苇湿地 我们都知道湿地是地球之圣 也是大自然的肺液 阳光炙热 海水温暖 滩红尾绿 海蓝 欧白 红色的海滩与翠绿的 芦苇交香灰映 就共同交织成了一幅 绝美的画卷 当然这里还是我国北方 最大的人工蟹苗返育基地 六月放苗 十月收获 品蟹观鸟 问道香 看围海 赏红海滩 生态之地孕育了天下奇观 等不及了 节目的最后 让我们一起欣赏 航拍世界最大的 滨海芦苇湿地的绚丽美景 湿地是地球之圣 也是大自然的肺液 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 在这里交汇 造就了世界最大的 滨海芦苇湿地 阳光炽热 海水温暖 滩红尾绿 海蓝欧白 构成一幅 人世间的绝美画卷 这里是我国北方最大的 人工蟹苗繁育基地 六月放苗 十月收获 锦蟹 观鸟 闻道香 看围海 赏红海滩 生态之地孕育了天下奇观 湿地是地球之圣 也是大自然的肺液 蜿蜒千里的辽河与渤海 在这里交汇 造就了世界最大的